6月7日 在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 中国云南柬埔寨由云南看吴歌 遗产地之声系列活动在云南昆明启动 编减双方共同开展由云南看吴歌 文旅主题及世界遗产旅游线路推荐 来自中简两国新闻文旅外交外事教育体育航空等部门和行业 约200位代表齐聚一堂 共同见证中简编减人文交流的新行动和新成果 2024年是中简人文交流年 云南与柬埔寨地缘相近 人文相通友好交往远远流长 我认为我们两国都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云南有六处的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 就像昨天我们去看丽江 丽江古城也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影响 因为古城的保护 古城的发展 其实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进行互建 相互学习 研究如何来可持续的保护 然后通过保护来发展 鼓励我们当地的老百姓 参与到这个保护和发展的过程当中 他们了解 更多的去了解 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2023年10月 柬埔寨先立无歌国际机场建成启用 仅需两个半小时就能从温暖称城 直达神秘无歌机场的建成使用 增进了中国和柬埔寨之间的文旅交流 推动了两国在世界遗产保护方面的交流互建 为共同守护属于全人类的文化宝藏 起到重要作用 云南投资集团公司牵头 投资了新立无歌国际机场 这是不仅仅是 帮我们建立基础式实际实 同时机场 我认为是对我们旅游业 促进旅游的发展是 起到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认为云南是一个好地方 为了游客 因为游戏城市 是富裕在文化和自然的资源 我们有关系的交流互动 所以在人们的交流互动 不仅仅是游客 但我们有关系的投资 投资、投资和其他社交流互建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世界遗产 离不开媒体的桥梁作用 当日 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发起 《我是守护者》 全球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倡议 开展中简媒体社长总编辑对话 携手同行 为保护世界遗产 贡献更多媒体力量 Digital media innovation Cambodian journalists learn a lot We receive a lot of support from China including the technology including the equipments We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to Chinese people that please go to Cambodia I hope more and more Cambodian journalists will be invited they can come over and learn new things from China and in exchange so this is a good time that we shake hands together I love you